原民諮商怎麼做 第一次諮商就上手 大家好 我是法律輔助基金會 原民中心專職律師羅惠欣 那其實我們的諮商同意 有四個大面向 就是諮商 同意 參與 分享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談條件的方向 那第一個 我們諮商同意要 同意多久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期限的問題 這個部分 廠商一定會認為說我們 他們希望很久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提出我們 認為可以的時間 來做談判喔 接下來參與的部分呢 是跟廠商要求說 我們要去參與這個工程 那方式可能有幾個 我們可以要求入股 或是擔任這個公司的董監事 或是要求我們要參與這個 開發案的每一次的會議 其實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層面 大家很關心的就是這個 工程的安全 我們也希望去監督這個安全 那像我們有碰過的例子 有水利發電廠的案子 主人就要求說 在這個藍河宴那邊要架設一個監視器 在這個村辦公室 大家可以透過那個監視器來看 藍河宴的放水的情況 那也有礦場的案子 主人有要求這個跟公司成立一個LINE群組 可以讓他們隨時反映這個採礦的這個土地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都是可以參與安全的一些很好的一個條件 那再來就是大家最常聽到的就是分享機制的部分 那其實很常聽到的就是所謂的回饋金 可是回饋金怎麼談? 魔鬼藏在細節裡喔 回饋金通常的談法有幾個 第一個是說我們要求廠商一年就是撥一個具體的金額給部落 或是說我們要求廠商一年營收的多少比例要提撥給部落 這些都是可以談的方式喔 那另外一個分享機制是這個工作機會 部落的人一定會認為說我們要這個開發進來一定要有創造工作機會嘛 那這個工作機會大家要注意 廠商一定會說我們優先保障在地主人 可是這個優先它其實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喔 所以我們要去要求廠商多少比例或是多少個數字一定要寫清楚 那廠商有時候也會玩一個文字遊戲就是說 優先保障具有什麼證照的族人我們才優先錄取 可是我們其實可以要求廠商 你應該要給我們一些職業訓練讓我們取得這些執照 要把這些條件都要寫清楚 這樣的工作機會的保障才是真的喔 那除了我們剛剛談的那些條件 比較像是我們這個開發案的這個本身相關的條件 但是其實除了這些條件我們所謂的諮商同意 其實就是部落在找一個可以跟部落共榮共存的 這樣的一個廠商 所以其實包含我們像是一些生活上的需求 也可以跟廠商提出 例如說可能這個部落跟學校很遠 可以請廠商提供上學的交通車啊 或是課後的輔導班要提供一些師資給我們部落 或是說我們房屋可能因為這個開發案或是一些 這個在地的環境可能會有一些這個破損 然後也可以請求廠商給我們這個修補房屋的一些補貼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族人生活上的需要 如果廠商願意答應也是可以跟他們提的喔 那我們在這部分最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諮商同意是一個談合約的過程 我們跟廠商是平等的 所以我們不能只被動的去接受廠商提出來的條件 我們也可以主動更積極的去告訴廠商我們的需求喔 諮商同意是我們族人的權利喔 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如果還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找法律輔助基金會 或者是地球公民基金會喔 人民諮商怎麼做 必是諮商就上手